董事长走婚 炮空姐 爱东故事会曾在2014年 讲述了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为了向上爬 不惜多次重金收买空姐 然后向相关人员送空姐行贿的反腐故事 虽然万庆良是市委书记 但肯定有内鬼给他提供相关空姐的信息 要不然他不可能在航空公司内部上下其手 让空姐任由其使唤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随着2015年11月4号 航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施军强 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一切问题都水落石出了 施军强毕业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该校被誉为中国民航飞行员的摇篮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的黄浦军校 在进入航空公司工作后 施军强又继续深造 进入清华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2003年非典后 施军强被调到南方一家航空公司担任总经理 施军强上任后 在他的管理下 航空公司很快扭亏为盈 并在2006年开始 让航空公司每年的纯利润保持在15亿以上 在施军强的主导下 航空公司进入了飞速发展期 大规模扩建机场 购买航财 找飞行员等等 施军强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 在世界范围内 民航系统的毛利率十分有限 特别是作为民航业经济主体的航空公司 毛利率一直徘徊在2%左右 但民航业动辄上亿的航财采购费用 大额进出的维修费用等 给这个行业的贪腐提供了温床 2006年8月 新白云机场在广州市花都区正式启用 为了建立良好的空港经济效应 花都区委书记潘销 力邀施军强所在的航空公司 在花都区建立机库 维修基地和宿舍区等大规模的建设 此后 施军强所在的航空公司 在花都区前后投资100多亿 建设上述相关项目 自然而然 时任航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施军强 大捞特捞 他不仅在花都区建立了高官别墅群 还建立了专攻高级干部休闲娱乐的会所 其目的不言而语 政绩突出的施军强 一时间被前呼后拥 炙手可热 谁会想到 这个当口 竟然会有人向他发难 向他发难的人 是他的妻子王俊梅 王俊梅是施军强的第二任妻子 他和施军强于2005年结婚 当时是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后来成功让施军强离婚 成为施军强的第二任妻子 因为年龄原因 王俊梅不久就从空姐任上退下来 在机场担任管理人员 有一段时间 王俊梅发现施军强行踪鬼秘 常常夜不归宿 王俊梅就向施军强身边的人打听 这一打听 坏了 有人说施军强经常和一名空姐过从甚密 施军强和空姐的绯闻 在王俊梅那里 已经不是听到一次两次了 他就是从空姐上位的 施军强手中最傲人的资源 是他手下有数百个娇美绝伦的空姐 身为航空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大权在握的施军强经常和空姐接触 免不了对那些如花似玉的空姐 垂涎三尺 有些空姐本来不住在宿舍区 但对施军强免费递上来的会所 住房钥匙也欣然笑呢 乐于和董事长做几回露水夫妻 一天下午 王俊梅接到一个眼线的电话 说那位空姐在会所与施军强私混 王俊梅直接冲进专门为施军强准备的会所办公室 一脚拆开施军强的办公室大门 秘书拦都拦不住 可是室内不见空姐 只有施军强再跟几个干部开会 看见王俊梅怒气冲冲的样子 施军强还莫名其妙地问 出什么事了 这番捉奸不成 反成就了施军强美名 大家慢慢地流传一种说法 说施军强其实是忠于爱情 十分顾佳的好男人 反倒是王俊梅疑神疑鬼 自取其辱 其实 眼线提供给王俊梅的情报是真的 当天 那个空姐确实是进了施军强的办公室 可是很快就离开了 而王俊梅的眼线 只看到他进去 没看到他出来 这名空姐名叫肖倩 北京人 肖倩家境很好 但他甘愿做施军强的情人 主要还是看中了施军强手中的权力 施军强对肖倩一致千金 为了包养这名出身名门的空姐 他不仅安排肖倩住进一栋别墅 还专门为他配备了一辆进口校车 肖倩安心享受着施军强为他安排的一切 他深谙施军强的心思 知道他喜欢听话的女人 于是就顺其所愿 听说施军强的妻子王俊梅 大闹办公室后 肖倩不由得安安得意 他知道他盼望的那一天 很快就要来临了 王俊梅大闹会所后 在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 组织找施军强谈话 希望他注意形象 意识到对他以后的政治前途不利 施军强于是收敛了一些 请客吃饭不再待肖倩 肖倩在休息期间 每天出入各大商场 购买名牌时装 回头找施军强报销 施军强则偶尔到他那里过一夜 王俊梅曾经派人跟踪过他们 也曾威胁施军强要到上级部门告状 不过经历过办公室捉奸风波的施军强 已经不怕王俊梅这种虚张声势的要挟了 他严厉地告诉他 年纪多年感情 只要他不惹事 他还与他保持夫妻关系 要是他继续捣乱 他马上就离婚 王俊梅不想离婚 他想 或许施军强只是在外面玩玩 不久就会回心转意的 但出乎王俊梅意料的是 施军强对肖倩不是玩玩而已 因为肖倩家在北京官场有深厚的背景 为了他的仕途 他决定和王俊梅离婚 去肖倩当他的第三任妻子 施军强离婚的态度很坚决 看到大势已去 王俊梅只好同意离婚 但他要求 在离婚前 施军强必须给他五百万和一栋别墅 钱成了施军强离婚的绊脚石 但这难不倒施军强 他手中有能捞钱的权利 为了离婚 施军强干起了权钱交易的勾当 并用所会得来的钱 成功和王俊梅离婚 然后施军强将肖倩娶回家 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将会如何发展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